中国人所称的司法呀 一般是指公安、检查和法院系统 中国司法腐败 存在于司法的每个部门和环节 今天我们谈谈法院系统 中国法院的腐败 上至最高法院 下到各个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 腐败可以说不可胜诉 最高法院的两个副院长黄松友 习小明就因贪腐被判刑 一个法官出事 往往会牵扯出一连串的窝案 在法院的腐败中 除了经济上的贪腐 还有另一类的腐败 也是触目惊心 那就是法院的淫乱 它主要发生在 法官与语律师 法官与娼妓 以及法院院长、庭长与语下属之间 首先我们谈谈法官与语律师之间的引纳 年轻貌美的语律师最缺的是业务资源 他们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 没有人脉和知名度 生活窘迫 律师业是一个江湖 长相好 固然有利于开拓业务 但当事人摊上了官司 就像一个人得了大病一样 一门心思要治病 要活命 请律师 也就像请医生 帅不帅 美不美 其实意义不大 一些与律师自然希望走捷径 得到法官的帮助 是很重要的 因为法官可以在立案 审判和执行等各个环节 帮助律师 比如说立案厅 法官利用公权力 可以帮助律师查找被告财产线索 并及时进行查封冻结 如果没有关系 律师就得求叠叠告奶来般的 央求法官诉讼保全 审判厅的法官 可以介绍律师给当事人 甚至威胁当事人更换律师 当事人想啊 赢官司 自然对法官的话 言听计随 当前律师协会和司法局 经常评选什么十家律师等等 其实都是忽悠当事人的 但当事人也不傻 他不管你什么十家八家 赢官司就是最佳 执行厅的法官也是大爷 得罪不起 否则你赢了官司 但执行不了 花了几十万上百万人民币 得到了一张判决书 一个法律百条 谁也不愿意 但如果执行法官卖力 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因为他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 企业家债留 遇到强悍的执行法官 也得低头 否则你就是世界五百强 一样进监狱待着 一些与律师希望得到高的律师费 希望成名 而法官希望得到美丽的知识女性 于是一拍即合 很多案子在床上就这么搞定 当然颜值高的与律师 也不一定看得上普通法官 他们更倾向于职务高的 法官如院长庭长等 有一个知名律师 他在某中院办案经常败给一个 刚出道不久的年轻女律师 他感到很困惑 因为这名女律师业务能力并不强 在法庭辩论中也是扫言寡语 一天他去民事厅 见厅长沟通案件 约好的时间是下午两点 但路上车辆少 他到达法院时才下午一点多 由于他与厅长是法院的同学 关系很熟 就提前到了厅长的办公室 当他推门进去的时候 一幕尴尬的情形出现了 那位百战百胜的律师 正坐在厅长的大腿上 他赶忙退了出去 厅长和于律师正在忙活 也没看见他 他终于知道了 于律师功无不取 战无不胜的决力 2013年12月 湖北省高院刑事审判厅 第三厅厅长张军 与一名与律师 长期保持情人关系 与律师靠张军 关照淫官司 直到他们开房的视频 被当事人曝光 才东窗四发 第二种内心的淫乱 是法官嫖娼 法官外出办案 律师和当事人得伺候 否则法官不卖力 如何让法官高兴 律师就要动脑筋 找到法官的兴奋点 温饱私隐喻 每次是法官们难以抵挡的 久而久之 一些法官就好这一口 从开始的半推半就 到后来的主动要求 揽上信引不能自拔 法官外出办案 很少有一个法官单独外出的 常常几个一起出去 这样就出现了 法官集体嫖娼的问题 2013年 网络上就爆出 上海高级法院的法官 集体嫖娼的丑闻 8月12日 上海市高院的副院长 民意厅的庭长 陈雪明 等四名法官到恒山 度假村夜总会 嫖娼召集 被当事人录像 并遭举报 其实这个事件 起源于一起经济纠纷案件的神秘 2008年 举报人与上海一装修公司就工程款发生纠纷 该公司起诉举报人 举报人在区法院一审 中院二审高院申诉均败诉 举报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明明有理 为何屡屡败诉 后调查才发现 上海市高院民意厅副厅长 与原告的律师是亲属 该厅长干预了案件 后来举报人便开始收集 上海市高院这名副厅长的贪腐证据 后拍摄到上海市高院市民法官 集体嫖娼的视频 还收集到了该厅长包养情人的证据 最终上海市高院民意厅厅长 陈雪明与副厅长赵明华 民武厅副厅长王国军 和级检组副组长黎正文被处理 第三类影则发生在法院系统的内部 院长厅长与年轻的语法官 或者上级法院的领导 与下级法院语法官之间 年轻语法官一般学历高 人说会道 颜值高 性格活泼 与领导接触较多 也深得领导的青睐 领导喜欢带他们出差 于是在李勤武院中 该发生的就发生了 2008年深圳市中级法院的 贪腐案件东窗事发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该院副院长裴红权的落马 中级委在他的家中 收出了2700万人民币和95万美金 这位全国明星法官最抢眼之处 在于他与美女律师叶林之间的风流律师 2006年6月叶林律师将一对在香港 从事律师工作的双胞胎姐妹 介绍给裴红乐迎乐 裴院长乐得心花怒放 常与这对姐妹同时上演乌山云语 裴红权还与五名语法官保持情能关系 有一位中级法院的院长与一名下级法院办公室 与法官关系密切 后两人成为情能 该女法官毕业于名牌大学 法学博士 年轻貌美 诚实大学的校花 她的男友是她的大学同学 在省级委工作 一日该院长因为干预经济案件的审理被双规 当时她正在开会被省级委带走 后来省级委扣押了她的手机 但女法官不知道啊 她给院长发了一条短信 约她当晚在某宾馆共度凉宵 后省级委派员到宾馆去控制该情人 当级委人员到达房间后 尴尬的情形出现了 该情人正是级委人员的未婚妻 下面我们就法官淫乱现象分析一下 第一 中国没有法院也没有法官 只有办理案件的官员 中国古代的行政官员 同时兼任司法官员 如包整包新天 是宋朝开封府最高行政官员 但他也要坐堂办案 当今中国司法在共产党领导下 法院只不过是处理各类案件的政府部门 法官不过是办案的官员 如果我们这种逻辑理解 司法淫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官员有几人不贪 也有几人不淫乱 周永康令计划续材后 郭布雄薄熙来哪个不淫乱 第二 法官淫乱的本质就是腐败 法官淫乱的特点是权钱交易 法官与律师交易 法院领导与女下属交易 实际都是权力的寻租 淫乱的背后就是利益 不是案件利益 就是职务的升迁 有个笑话说 一个男法官被双规了 他告诉集委人员是 吕律师勾引了他 实怪他意志不够坚定 于是集委人员把 吕律师叫来核实 问他是否勾引了男法官 吕律师称法官逼迫他 强占了他的亲尊 集委人员说 你们都说是对方先犯的错 到底是谁犯的错呢 法官和吕律师说 您别急 我们一起读一首诗给您听 您就明白了 集委人员觉得稀奇 调查居然还有人给他吟诗 法官读道 床前明月光 吕律师接着读 地上写两双 法官读道 一对狗男女 吕律师一指那男法官 其中就有理 第三没有司法独立 一切司法改革都是瞎折腾 司法淫乱无法避免 司法淫乱从表面上看 是司法人员的个人品质问题 但实际它是制度问题 中国的司法不独立 法官的任命提拔 依靠当权者的意志 法官拥有司法权 但少有有效的监督 法官就会用司法权去换取利益 包括设项 当前司法部门不但进行所谓的司法改革 如设立寻回法庭等 也不但出台一些新的司法解释 但这些都没有触及到司法改革的本质 那就是司法独立和分权制衡 结果就是瞎折腾 劳民伤财 第四 完全消除司法淫乱是不可能的 因为司法淫乱实为司法腐败 而腐败源于人的贪婪欲望 只能而至无法消灭 但控制和减少司法淫乱 是完全有可能的 并且西方宪政国家 就很少出现司法淫乱的丑闻 这里需要宗教信仰 职业荣誉和良好的法官职业保障 一句话 在中共领导下实现司法公正 就像一个人提着自己的头发 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哦 好